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考点 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那这个优惠政策在增值税里头情形比较多样 大家在记的时候一定要分门别类 它有免税的有什么抵税的什么急征急退的等等 一定要知道他们的这个操作上的区别 首先我们说到免税里边有法定免税 也就是在行条例里直接规定的免税 其中有两条比较长考 一个是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 一个是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注意这里头都有限定词 你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咱们指的是什么呢 是农林牧鱼业的动植物的初级产品 得是这些东西你才叫这个农产品 才能享受这的免税 那如果你是身家工厚的产品 是工业制成品了 它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并且强调的得是农业生产者来销售 销售的是自产的才行 那如果咱们销售的不是自产的 而是外购的 那咱们就是经营者了 而不是生产者了 那经营者销售农产品 通常是要寄税的 用的是9%的这个税率 因为农产品是低税率的范畴嘛 但是在这还有一个优惠 就是在特定减免税里头有一个啊 就是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它批发零售环节也给了免税 所以这些个特定的农产品 它是全流通相当于都免税的 而别的农产品呢 生产者销售免税 经营者销售是9%低税率要寄税的 这是一块 然后接着 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咱限定在其他个人这 也就是说呀 它不包括个体户 对吧 只有咱们自然人卖自己用过的 什么这个手机呀 笔记本电脑啊等等 咱们才是免税的 而个体户销售自己用过的东西 那照样是要去寄税的 看它是一般的顺然小规模 是什么固定资产还是什么其他 然后再去判定它 到底怎么去寄税去 这是法定免税里的两个这个参考点 然后接着特定检免里边啊 咱们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这里头的细节问题呢 咱们这不展开 咱们就说说框架好了 如果看到这个抬头 你马上能想到背后的知识点 那说明咱们掌握的还不错 如果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印象了 那就赶紧回过头去看看书 看看咱们以前基础阶段的讲义 好吧 加深点印象啊 毕竟这些都是咱们选择题参考的点 这里边呢 咱们对货物有一些优惠 除了刚才的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它有一个批发零售环节免税以外呢 还有一些 你比如像居民供热收的采暖费收入 这就是我们卖这个暖气嘛 这块它也是免税的 但是我像非居民供热呢 那个采暖费收入就要正常交税了 但是正常交税的话 采暖费也就是我们暖气这块 它也是低税率的产品 那也是9%的税率 你想想咱说能源资源类产品是9%低税率 对吧 里头就包括 什么自来水暖气 石油液化气天然气 居民用煤炭制品 这要很熟 然后接着就是进口货物 比如像进口抗癌药品呢 罕见病药品 这是减按3%来计税的 注意这3%可不是征收率啊 它进口呢 一定要用税率 要么是13% 要么是9% 这儿呢 只是给它一个游会照顾 用3%而已 然后接着服务里边 那个免税的情形就更多了 你比如说教育里边 咱们提到了这个学历教育 是吧 它是属于我们的免税的范围 但是如果是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呢 职业资格考证培训是吧 像咱们网校的话 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应该这个正常的去计税的 但是正常计税呢 它其实一般纳税人 也是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 这个有后续的规定 另外像医疗相关的呀 农业相关的呀 还有什么彩票发行啊 什么社团会费等等 这些都有免税优惠 包括像咱们新增的 什么法律援助补贴等收入 是免税的 注意一下这个 整个的一个文字描述 看个脸熟就行 另外像无形资产里头 个人转让著作权 这也是免税的 另外还有跟那个技术有关系的 咱叫它四季服务吧 那个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和余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这些都是免税的 但是注意了 单独的提供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都是要正常交税的 它跟这个技术开发和转让 相联系的时候 咱们在一张发票上写的时候 那它是一块跟着免税的 另外还有像不动产这块 其实也有一些优惠 比如个人住房 咱们得看是什么样的住房 个人转让的是 自建自用住房的话 那它是属于免税的 并且呢 咱们家庭财产分割 涉及到的这个不动产 这个房地产的这种转让 它其实也是免税的 比如我们把房子给这个 父母啊 子女啊 兄弟姐妹啊 等等是吧 法定继承人啊 受遗赠人啊 这些都属于这个免税的范围 另外就是个人转让 自建自用住房免税 那如果我转让的是 这个购置的房屋呢 购置的住房的话 咱们转让是有一个特别的政策的 要看你满二还是不满二 如果是不满两年的住房 咱们转让的话 它得全额计税 也就是拿你的卖价除上1.05 乘上5%来计税好了 然后如果是满两年呢 一般情况下就免税了 但是北上广深的非普通住房 即便是你满两年了 也得差额计税 差额计税的时候怎么差呢 就是卖价减去买价 这么算差额除1.05乘5%好了 当然咱们算差额的时候 卖价减买价 就是单纯的卖价和买价 不考虑其他的那些税费 那些什么买房时候的期税等等 那个是不让减的 另外还有关于像个人出租住房这块 咱们有优惠5%减1.5%对吧 另外像住房租赁企业 像个人出租住房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你是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 小规模当然你肯定是减一计税咯 那减一计税的时候 咱们是5%减1.5%来征收 这个政策也要注意选择题 另外像金融服务里头也有一些优惠 比如有一些列明的利息 你像国债利息 地方政府债利息 还有集团统借统还的利息 还有金融同业往来利息等等 这都属于免税利息的范畴 尤其注意一下集团的统借统还 咱们集团可能有一个财务中心 专门负责整体借了钱 然后再放贷给咱们集团的下属的成员企业 那么这时候咱们成员企业用了钱 得给集团交利息 集团在一块付给银行 是吧 那这时候如果咱们集团不赚钱 说咱付给银行的利率水平是6% 咱收下边使用资金的成员企业 也收6% 那咱就叫统借统还 那收的利息不高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免税的 但如果收这个集团内部收的更高一些 咱赚钱了怎么办 咱收成员企业8% 可是给银行付的时候支付6% 那赚钱了这块咱们就得继税了 并且继税的时候金融服务贷款 它是按照利息以及利息性质收入全额来继税的 也就是说你的收入全额都得继税 不是用利差来继税 而是用全额来算增值税的 另外就是咱们集团内部 你们之间这种无偿借贷 暂时咱们也是给了免税优惠的 接着还有一些列明的金融商品转让也有优惠 比如说个人转让金融商品 这是免税的 注意前提 个人 还有一些QFI 香港投资者等等 还有关于创新企业CDR的一些个 转让的一些个政策 大家所一般了解 偶尔在选择题里会涉及到 接着就是保险业务 像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保费 这块也是有免税的 接着除了咱们的这个 一般的这种减免 还有这个法定的免税以外 还有一些是临时的减免 给了一些政策的这个优惠时段的 那这个时段里边咱们有优惠 这些内容比较多 大家简单的看一看 你比如像什么公共交通运输 咱们是22年的时候给了免税 但是现在23年啊 得集税了 不过呢公共交通运输 这块呀 咱们一般纳税人提供 他是可以选择3%来减一集税的 另外像什么这个境外机构投资 境内战事啊 什么扶贫货物捐赠啊 相对来说扶贫货物捐赠这块 更容易出到题目 咱们提到的是 不管你自产的货物 还是你委托加工收回的 还是你外购的货物啊 不管你是直接捐赠 还是通过什么政府啊等等 公益组织啊进行间接的捐赠 只要是向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 现在咱们都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免税的情形大家要知道 但是啊 你免税没有算肖像 那当然对应的进项也是不能抵扣的 对吧 因为外购用于免税项目 它是不能抵进项的 其他的我们就不再多说自己看 稍微关注一点就是小规模 那是人的阶段性诸会 小规模呢 咱们3%征收率的这个项目呢 有一段时期是减按1%来计税 就是降到降成1% 还有一段时间咱们给了免税 目前咱们23年的政策就是降成1% 这个不同时期的政策应用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临时的一些截面 然后接着还有就是急征急退 急征急退在考试中考的比较多 主要是考这个软件的急征急退 注意这急征急退 它的这个适用的情形 或者说它的政策优惠 力度也不一样的 比如有税负超过3% 或者6%的部分急征急退的 然后还有急征急退什么50%的 还有像安置残疾人员 咱们是按安置的残疾人员人数 来享受限额急征急退的 情形不同 注意选择题要分开 然后接着重点是这个软件的这个情形 咱们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 或者是销售这个进口的软件 进行本地化改造以后的这种软件 那咱们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 就是你税负超过3%的部分急征急退 另外像动漫软件 管道运输 有型动产的融资租赁 以及有型动产的融资性售后回租 都是有这样的优惠的 然后接着还有先征后退 有一些列明的出版物 享受这个优惠政策 简单了解 再有就是扣减增值税的政策 这儿像退役士兵重点群体 他们创业就业 咱们是给了一个限额的 就是像创业的话 咱们是三年内 每户每年12000的限额 依次去扣减你的一些列明的税种 并且这个标准还可以上浮20% 也就是12000呢 咱们可以上浮到多少呢 也就是乘上利家20% 上浮到这么高 另外就业的话 咱们是三年内按照每实际招用人数 6000元为限额 你招一个退役士兵重点群体 咱们就相当于给你一个6000的一个限额 那你招的人越多 当然这个限额越多 以此再去扣减你的列明税种好了 并且这也有上浮 重点群体上浮30%可以 退役士兵可以上浮50% 这是一些个选择题 可以考的点 大家注意一下里边的数字和比例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就是首次 或者叫初次购置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还有这个以后交的技术维护费这些 它都是可以全额来抵税的 并且抵不安可以截转来抵扣 这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这块 非常容易涉及到计算性的题目 注意驾税合计金额都拿过来抵税好了 当然前提其实要拿到专票才行 接着还有起征点的这个优惠 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个人 而且这个个人里呢 就是小规模的个人 它不包括成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户 另外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可以调整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优惠 其实也是起征点的性质 所以我们照样放到这了 说的是23年小规模纳税人 你的销售额按月不超10万的 按季不超30万的是享受免税的 但是这个额度呢 它是有变化的 其实之前比如像22年的时候 咱们是按月不超15万 按季不超45万 所以这个每一年的标准不太一样 咱们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当然考试大概率考你23年业务 不过也有可能涉及22年 再有就是我们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 这块呢咱们预收了好长时间的租金 可能我预收的租金的比较多 超了这个10万了 但是呢我把它分摊开按月来算呢 它其实就不超了 那怎么办 咱这给了这个分摊的邮会 你可以去分摊 只要按月分摊以后的这个月租金 它没有超过10万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免税了 但是这个政策是拥有前提 一定是其他个人才能够享受 那个个体户是不行的 另外我们出租不动产 只要预收款都可以这样去分 不管你是住房还是非住房 都可以享受这个分摊的政策 关注一下咱们政策的细节 千万不要激混了啊 接着还有一些关于税收优惠的其他规定 比如说我们既有这个正常集税业务 又有享受优惠的业务 那咱们得分开合算 否则呢是不能够享受的这些减免税优惠的 另外就是政策上给了我优惠 那我可以享受 其实也是可以放弃的 咱们有放弃免税权 放弃免税权这里边有一些 这个程序性的一些要求 大家要注意一下关键词啊 这块咱们也不多说了 偶尔会涉及到选择题 那接着说了这么多以后 咱们再对其中的一些重难点内容 一混点内容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首先就是农产品的销售 它的计税规则 这个呢特别容易出段靠题 所以我们再多说一下啊 总结一下 以上来先是农业生产者销售 自产农产品啊 这是免税的 不管你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啊 那你做这个事情 它都是免税的 另外经营者销售农产品怎么办 注意经营者如果销售的是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啊 那么他们在批发零售环节也是免税的 所以这同样享受免税 那如果说经营者销售的是蔬菜部分鲜活肉蛋以外是别的农产品呢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正常计税了 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 农产品呢 这还是出击农产品的范畴呢 它是适用9%的低税率 但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销售 那就适用3%的征收率了 当然有同学说了 这个适用3%征收率的 我能不能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的阶段性的优惠呀 当然是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 再有就是销售经工业加工后的农产品 这个咱们要适用13%的税率来计税了 当然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呢 你适用的征收率就是3%了 这是关于农产品销售的这个计税规则 接着我们再来看软件产品的急增急退优惠 首先这个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他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 然后这里都有不少细节咱们要明确啊 一上来先是一般纳税人能享受 小规模就享受不了了 因为小规模纳税人你卖软件产品 就是拿这个收入成上3%的征收率来计税的 那你怎么可能税负超3%呢 不可能啊 所以小规模没有 另外就是他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才能享受这样的政策 那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既包括那些单独的软件产品 也包括那个嵌入式软件 我软硬件在一块卖了 那其中的那个软件部分 照样也能享受到急增急退 另外其实我们这儿还有稍微扩大一点的这种应用 所谓的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 按理说就应该全是我自己做的是吧 可是这儿又特别说了 说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 对外销售 它也能享受这个优惠 也就是进口的软件 如果你直接转手就给它卖了 那没有这个急增急退优惠 但如果你做了本地化改造 也就是相当于你自己也进行了这个开发的一些个过程 进行了一些投入 那这块你就可以跟你自己开发的一样 享受这个急增急退了 但是这儿的本地化改造 它不包括单纯的对进口软件进行汉字化处理 专门把英文软件翻译成这个中文版 我们认为这个智力投入是不够的 达不到那个自行开发生产的那种要求 好 这是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 另外就是具体的操作 我们先要把它按照这个销售收入的13%算出来销项 然后用销项减去进项算一个税额 然后再去拿这个税额去跟你的收入比比 看税负是多少 通常情况下软件行业都是进项少 销项又很大 所以说税负会比较高 那对超标的部分我们急增急退好了 在这儿你要特别注意软件产品销售是用13%的基本税率 它不是什么转让无形资产用什么6% 软件产品就是一般货物用13%算销项去 接着具体的计算方法 咱们这么算 拿这个当期软件产品的增值税应那税额去减去 当期软件产品销售额乘3% 好了 这是一个简化计算 也就是你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的3% 是你的一个税负水平 应该保持在这个3%以内才行 那你实际交的多了 多了的部分我就给你退掉好了 当然如果这个数算出来是负数 那就说明你交的少 那就不用退了 如果是正数 那就说明你税负超了 那就要退 这是它的计算 另外当期软件产品的增值税应那税额 就是你软件产品的销项 减去当期的软件产品的镜项 好了 也很好算 但是这儿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既销售软件产品 我还有软件产品以外的别的东西的销售 比如可以是货物啊 也可以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劳务啊 服务啊等等 那么我有不同的销售 是不是需要把软件产品销售单独拎出来 进行一个处理呢 没错 因为只有软件产品销售这儿 能够享受到这个税负超3%部分的急增急退 所以你必须要单独把软件这块的销项和镜项拎出来 那销项好说 拿这个软件销售的收入成13%好了 可是软件产品的镜项怎么办 我这个镜项可能同时 它用于这个销售软件产品和销售硬件产品 还有销售什么别的什么咨询服务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镜项来进行一下划分了 如果专门为了软件产品 它销售而发生的镜项 那肯定放到这个公式里边 去作为软件这块的镜项 那如果是混用的呢 我们就要按照它们的销售额比重来进行一下划分 把这个软件这块的镜项给它划过来一块 这是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软件这块你必须得单独的核算它的销项和镜项 然后才能知道它到时候急中急退多少 否则你混为一谈了就没法算了 你把硬件的镜项也放到软件里边来捡了 那就不行了 接着带来看一看嵌入式软件的问题 那嵌入式软件就是我们说的软硬件 我可能一起卖了一起收钱了 那这时候软件的销售额是多少呢 因为只有软件能享受急增急退吗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下计算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的销售额 就等于这个嵌入式软件和硬件机器设备的销售额合计 减去硬件和机器设备的销售额 就是软硬件一起的价格 减去单独的那个硬件的价格 那是不是剩下的就是软件的销售额 好那硬件的价格怎么去找 首先按纳事人最近同期同类的平均销售价格来确定 也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单独销售这个硬件 卖多少钱 把它从总的价格里给它减了 比如说我们软硬件一起卖100万 单独卖一个硬件 我卖20万 那就把那个20低掉 剩下的80就是软件的销售额 如果自己没有单独的卖过这个硬件 我从来不卖裸机 永远都是带着软件的 那这个时候呢 看看别人其他纳税人有没有同类价 这个同类价注意找的都是平均价 那如果都没有呢 我们从来也没有卖过这个裸机 单独的硬件 别人也没卖过 但是我知道这个硬件机器设备的成本是多少 那咱就人为的给它组一个价好了 那硬件机器设备的组价就是它的成本乘上一加10% 也就相当于成本利润率是10% 正常我要卖这个裸机 卖这个硬件 我应该卖这些钱 把它从我们的这个软硬件一起的销售额里减掉 剩下的就是软件销售额 所以说了半天就是要把软件的销售额单独的拿出来 这又特别说了 如果说我们软硬件一起卖 那我要从里边减掉这个硬件部分的销售额 那么这个时候我如果按组价这个方式来减除 那个硬件机器设备部分的成本和利润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分开核算成本才行啊 也就是软件和硬件的成本 你得分开核算 然后你才能够操作这个公式 否则你就做不了了 所以这儿 反为分别核算或者核算不清的 那就不能享受到急增急退楼 你不知道那裸机卖多少钱是吧 也不知道那个裸机单独的成本是多少 那这时候咱就算了 别享受优惠政策了 所以这是核算上的一些细节要求 再有就是销售软件产品 同时我还销售了其他的货物啊 劳务啊 那这时候对于无法划分的景象 应当按照实际成本或者销售收入比例 确定软件产品应分摊的迹象税额 对专用于软件产品开发 这样的生产设备和工具的进项 咱们是不能分摊的 那是应将选定的分摊方式 报纵主管社机关备案 并且备案支持起一年内不得变更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已经提及了这点 软件产品 你把他的肖像和他的进项 要拎出来单算才行 比如说你还销售其他货物 软件以外的其他货物 那你把其他货物的肖像 和其他货物的进项 也是要跟软件产品区分开的 那如果我们混用的进项怎么办 混用的进项 那就分摊一下 好吧 按照什么销售额的比重啊 之类的进行分摊 一般咱们都是按销售额的比重啊 考试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形式 但实际上它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它也可以按照什么实际成本啊 等等去进行分摊 但是这个分摊方法啊 你确定以后是一年内不能随便变更的 但是专门用于软件的这个进项 它是不能分摊的 所以这个进项是多少 当然是很关键的 会影响我们最后急增急退 多少税额等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和税控收款机的增值税处理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他俩的这个不同啊 那咱们来分一分 首先是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它指的是金税卡 IC卡 读卡器 金税盘 报税盘 这些东西 那它的政策呢 就是初次购买这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包括分开票机 你支付的那个费用呢 可以凭增值税专用发票 拿这个价税合计金额 来抵我们的应纳税额 注意是价税合计一块来抵税 比如你把这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拿到了专票 上面写着价1000 税130 最后我们让你抵税 抵1130 并且抵不完还可以截转下期 继续来读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税控收款机 它是指具有税控功能 能够保证经营数据的正确生成 可靠存储和安全传递 实现税务器官的管理和数据核查等要求的电子收款机 一听咱们就知道了 纳税人会不会积极主动特别愿意去买这个东西 那不太会 不太会 所以在这我们就给他优惠政策 来鼓励他去买这个电子收款机 买这个所谓的税控收款机 那这样的政策就是如果一般纳税人买这个税控收款机 他跟买正常的什么电脑啊办公用品一样 你拿这个专用发票去正常抵扣这个进项税 做进项抵扣就行了 这没什么特别的 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购置税控收款机呢 我们可以凭增值税专用发票 按照发票上所著名的税额去抵免当期的应纳增值税 拿税来抵税 那是不是要求我小规模纳税人 也必须得拿到税控收款机的这块的专用发票呢 不是的 因为必定你是小规模啊 你要专票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所以你拿到专票 专票上直接写了多少税 你拿这个税来抵你的税好了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普通发票呢 那也没关系 你自己把里边的税算出来 来抵掉就行了 好 那这儿不足抵免的还可以继续截转下期 接着去抵 好 另外我们拿到的是补票的话 可以抵多少税呢 这儿自己算一算好了 就是加款除上1加上适用税率 乘上适用税率 注意这儿不是用3%的征收率啊 这儿用的是适用税率 那就是13%咯 因为我们不是说你小规模 你自己卖这个东西要怎么算税 而是说你从别人那儿买过来这个东西 让你享受一个抵税的优惠 你能抵多少 所以考虑的是卖给你税控收款机的那件 它是什么身份 我们默认它就是一般拿势人的身份咯 这么来算就好了 这是税控收款机和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这个区别 这个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是价税合计金额 一块来抵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 你都能够享受 但是得是初次购置才行啊 而这个税控收款机 是一般纳税人正常做镜像抵扣 小规模呢 是以税来抵税 并且专票普票都可以 好 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起征点的优惠政策 起征点的优惠政策呢 在这儿我们分成了这个几个小细节来说啊 来先看这个个人销售的起征点啊 既然是个人销售的起征点 那当然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个人咯 个人那就是个体户和其他个人是吧 每次啊我们有一点点这个疑惑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写一写啊 要分清楚 他们有起征点的这个优惠 但是又说了不包括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户 也就是说其他个人你肯定是小规模 而个体户呢 它可能是一般纳税人 也可能是小规模 是吧 那在这儿呢 小规模可以一般纳税人 不行 好 这是咱们这儿的这个起征点 它的使用的范围 要把起征点的金额到底是多少 按期纳税的月销售额5000到2万 按次纳税的每次或每日的销售额 300到500 另外起征点的调整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那省一级的这个财政厅局和税务局应当在规定的幅度内 确定本地区适用的起征点 并且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像这样的细节问题 其实也是涉及到过这种选择题目的 所以你看咱们考试可以考的很细 所以大家有余力要去把这个更细致的内容进行一下复习 但是咱们还是要主次分明 不要一上来我就把重心全放到这些细致末节了 反而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考点我没去看 那个就有点得不成失了 所以有余力再去看这些 接着我们再重点的说一说 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优惠 我们强调了这个21年4月到22年年底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的应税销售行为 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 季度销售额如果按计计税的话 没有超过45万的是免税的 当然我们说这个额度在23年降了 降成了月不超10万 按计呢不超30万 这个标准要清楚 然后咱们就看这15万的和45万的这个标准 看它具体怎么用 这里头也有细节 说小规模纳税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15万的 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 未超15万的 那销售货物老五服务无薪资产 取得的这个销售额是免税的 你比如说咱们按月计税的一个小规模纳税人 这个不动产销售呢 咱们这个月的销售额是20万 而除了不动产之外的其他的 货物老五服务无形资产那些呢 销售额是10万 那这个加一块的话 它肯定超了15万了 当然这时候呢 咱们可以把不动产销售给替掉 替掉它以后 其他的没有超15万 那咱们就享受其他的这块免税了 但是不动产这块你要正常去交税 那你交税的话 当然用的是5%的征售率了 对吧 因为不动产足售减一击税 用5%的征售率 这是可以分开的一块 然后接着就是 是用增值税差额征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以差额后的销售额 来确定是否享受这个政策 你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劳务派遣的这个纳税人 劳务派遣你可以选择差额继税 对吧 我们收了这个对方单位 收了100万 可是我们付给劳务派遣员工 可能付了95万 咱们继税的时候可以差额继 有时候给5万来做继数 那一旦咱们差额继税了 注意劳务派遣差额继税用的是5%的征售率 咱们算税的时候是除上1.05乘上5% 是吧 本来应该这么算税 但是现在假设我就这个业务啊 没有别的 那你说我现在需要继税吗 其实不用了 因为差额继税的话 咱们用差额后的销售来确定 是不是享受免税政策 那我们一看 这个差额就是100减去95之后 除1.05这是不含税金额 那他当然没有超过我们的15万的标准 那就直接给他免税好了 好吧 假设咱们是按月计证的小规模拿税人 那就直接免税了 当然如果是按计的也是一样的应用 那你就是按计看不超过45万就免税了 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其他个人采用预收款的形式 出租不动产取得的预收租金 可以在预收款对应的租赁期里 平均分摊 分摊后月租金不超15万的 这个是免税的 另外就是按规定 应该预缴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 未超15万的当期也不用预缴了 这是他的政策 注意啊 考题里边可能考22年业务 也可能考23年 你要注意他们的这个免税的标准 是不太一样的 23年是按月不超10万 按季不超30万 并且咱们说的这个额度 它都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好吧 如果给你一个含税金额 要加税分离 不含税金额不超这个数 它是免税的 接着我们再总结一下 小规模纳税人近年的优惠政策 因为这块的特别容易搞混 因为它同时并行的 其实有不同的优惠 你比如说有这个起征点的这种免税优惠 你按月未超15万 按季未超45万 或者23年的按月未超10万 按季未超30万免税 是吧 这是一块的优惠 那首先你把所有的这些业务加一块 来看看我是不是超了 那如果超了 我就正常集税 没有超呢 我就享受这个免税好了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征收率的优惠呢 征收率优惠 咱们也是经历过不同的变化的 在21年4月到22年3月底 咱们3%的小规模的这块 征收率的这个业务 它是减按1%来集税的 然后22年4月到22年底呢 它这个3%征收率的收入 直接免税了 然后这个23年呢 23年它又变成了这个减按1% 减按1% 所以这个情形不一样 咱们要记住这个阶段性的政策 这当然说的都是小规模纳税人咯 千万别把一般纳税人的情形也带入 好吧 它只是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 也就是说 即便你是一般纳税人减一级税 你用了3%征收率 也不可能用这点减按什么1%或者免税 不是用于一般纳税人的啊 接着我们再特别提示一下 23年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的适用问题 你看23年啊 咱们同时有两个优惠 一个是月销售额未超10万 按计未超30万的免税 还有一个就是3%征收率的收入 减按1%对吧 那我怎么用呢 这两块的优惠政策 咱们先要知道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例题啊 看它到底怎么用 说假设咱们是按计来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23年第一季度的业务如下 你看怎么交税 首先我们不管是3%征收率 还是5%征收率的业务 假设咱们开的都是普通发票 都是普通发票的话呢 那这一块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如果3%的股票开了12万 这个5%的股票开了10万 假设都是不含税的收入 不含税 那这时候我们加一块 加一块的收入是22万 那当然按计纳税 咱们就没有超过30万吗 那这个季度咱们就享受免税了 第二种情形 说假设是用3%征收率的业务 我们开了40万的普票 而是用5%征收率的业务 我们开了10万的普票 那这时候怎么计税呢 首先我们加一块的话 50万 50万肯定已经不能享受那个免税的优惠了 对吧 因为已经按计计税超过30万了 所以要计税 但是要计税的时候注意 我们是用3%征收率的业务 是降成1%来计税的 所以你40万的那个3%征收率的那块用的是1%的征收率 而5%征收率的业务呢 没有优惠的啊 这个就是正常用5%征收率来算税好了 这是它的这个优惠政策的适用 咱们一定要很熟悉才行 考试有可能会靠这么一个小计算 然后接着我们再总结一个这个规则 你看我们前头讲到 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他们身份判定的时候说了一些规则 是吧 那个时候说了啊 判定身份的时候啊 那个年销售额 看你有没有超500万 对吧 那个年销售额里 是不含偶然发生的 转让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销售额的 好 这是一块 而我们刚才说的 是不是能够享受这个 小规模纳税人的免税优惠的时候 怎么办 咱们是把这个不动产的销售这块 可以给它剔除掉的 对吧 而我们享受免税优惠这儿 应用不一样 它是拿全部的销售额啊 你看超过了15万 但是剔掉这个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以后 没有超15万的 那么除了不动产以外的 别的那一块它就免税了 但是销售不动产这块要继税 它只是把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 给它减掉 对吧 而我们在那是身份判定的时候 是把偶然发生的转让无形资产 和不用产的销售额都给它剔掉的 好 另外就是差额征税的情况下 咱们在判定纳税身份的时候 它用的是扣除以前的销售额 也就是差之前的那个销售额 而我们判定 是不是能够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优惠的时候 用的是差额后的销售额 这些规则呢 非常容易搞混 咱们一定要多去分析 去识别一下 你不要激混了 感觉上这些研究都关系 然后就说 关销售额 第5个研究 第3个研究